大家好 我是陈寗 我常常说 我的事情是非常多 而且非常杂的 其实我跟每一个来我们这里工作的助理都是这样讲 那他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都会觉得 你们公司看起来人那么少 满地都是东西 怎么会杂 那个感觉就一家小公司看起来快倒快倒了 曾经真的有人这样跟我讲 但是呢 其实我必须说我们真的事情很多 所以 像是什么音响 然后沙龙 拍影片 然后还有一些 你所所碎碎的事情全部加起来 其实一天常常会觉得20 只小时不够用 今天我们就要来回答一位我们这个频道会员的问题 这是我们的频道会员赵凶 他问了我的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前阵子 就是有开了一个沙龙的封测活动 就是让我们的频道会员可以优先来体验我们的沙龙 所以在这个问卷里面就有这么一行可以让大家问 就是有什么问题想问陈寗这样 那他问的就是我今天说的 我到底是如何分配我自己的时间 他这里就写了 你的时间如何分配 可以处理这么多烦又杂的琐事 又可以兼顾你不间断的吸收薪资 但是这件事情其实回答起来会有点复杂 但是我可以简单地把它分成两段期间 因为我的人生分成两段 第一段是没助理的期间 第二段是有助理的期间 那在有助理跟没助理之间有很大的改变 但是其实我有讲过 我从18 岁的时候大学刚毕业的 不是刚上大学的时候就去工作了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一路做到现在 我一直都是同时读书又同时工作的 所以我的分配时间的重点一直都是一样的 只是说现在就在生活上稍微有一些改变 那我记得我当时在最多最多的时候 曾经有在一个月里面领五份的薪水 就是有五个公司要汇钱给我 然后那个时候我同时又刚好还在念硕士 所以其实我的时间一直都是排得非常非常满的 那到底怎么做呢 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开始之前呢 记得要订阅我 那如果看完影片之后 你觉得说Aten影片真是太棒了 那么呢 在资讯栏里面有频道会员的连结 你可以加入频道会员 或者是旁边有超级感谢的按钮 这两个呢 都可以支持我把影片做得更好 那另外呢 如果是加入频道会员的话呢 也有机会呢 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沙龙抢先封测体验活动 那当然 时间可能还是要看一下 但没关系 我们沙龙最后都是会对外开放的 之后也欢迎大家来我们这里 喝个咖啡喝个饮料听个音乐 就这样 那我们就开始啰 其实呢 我的工作跟这个读书的这件事情呢 一直以来呢 我坦白说呢 我一直都没有很好的分配 很多人都会以为说 陈寗呢 你真的是很厉害 你把你的时间分配得很好 但我其实必须很坦白地跟大家说 我并没有很认真的去帮我的任何一件工作呢 做计划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我的人生呢 其实是一直充满着不确定 就是比如说像今天我要去店里的时候 以前去那个音响店工作 我都会说去店里 去店里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 跟去学校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只有一件事情呢 我一定知道会发生的 就是走进教室上课 更从教室里面走出来 但是这中间呢 会发生什么事情 其实我都不知道 尤其呢 是在我们这个音响店里工作的时候呢 更是更加不确定 往往呢 可能昨天呢 老板还跟我说 明天陈寗你来的时候呢 你就跟我讨论那个 行路翻译的事情 结果隔天去呢 老板还没来呢 我就被叫 跟出去装机器了 然后一装机器呢 装完回来 回到店里的时候 已经半夜两点了 所以 这个什么 讨论行路这件事情呢 还讨论什么行路 下班了 还讨论行路 老板年纪也大了 该回家了 所以呢 常常都是在这样子 不确定的情况下呢 去分配我的工作 所以呢 我后来呢 我就思考这样不行 因为 我的整年的行事例呢 就只有几天呢 是明确的 就是音响展 音响展 开学 跟那个过年 就这几件事情呢 是我很知道 那一天一定会发生那件事情 其他我没有一天 是确定过 可以在行事例上面写下说 我今天就是要做什么事情 从来没有过 所以我后来就想我该怎么做 如果照这样下去的话 我人生会完全没有规划 我想做的事情完全没有办法做 后来呢 我想出了一个方法 就是活用零碎的时间 举例来说呢 我每天呢 要吃饭吧 要上厕所吧 然后呢 会出门至少走个路吧 什么的 所以呢 当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 我就会把一些 比如说像是大家说的 所谓的吸收薪资这件事情呢 把他放在做这些事情的期间 举例来说呢 我吃饭的时候呢 一定会看东西 很多人说吃饭的时候就是要放松啊 可是呢 吃饭的时候呢 完全不做任何事情呢 对我来说反而会给我焦虑 就是我总觉得今天好像没有做事的感觉 所以吃饭的时候呢 我一定会做几件事情 第一个呢 可能是看电视 就是看我要看的节目 第二个呢 就是看我要看的文章或者是小说 因为 其实有很多小说很棒 你看的同时呢 会吸收到很多知识 而且我看小说的习惯是这样 因为我很喜欢看历史的小说 那种穿越的小说 那很多人看穿越小说呢 会着重在里面的情爱纠葛 可是我不是 我会着重在他的历史发展 就是比如说 我看回到明朝当王爷的时候 很多人呢 是纠结在这个 男主角杨玲 跟这么多的女角之间的情爱纠葛 可是我不是 我在意的是这部小说 跟真实的历史有什么差距 里面呢 他提到一个人名的时候 我就会 因为是用手机看的嘛 我就把那个名字框起来 然后直接Google那个人名 这个当朝大学士 他这个大学士呢 他是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呢 郑德八虎是怎么样怎么样 那郑德年间发生什么事情 宁王叛变发生什么事情 那这些事情呢 我通通就是一边看小说一边查 一边看小说一边查 那我之前有讲过 因为我记忆力比较好 所以看过我会记得 所以很多人说 陈寗 你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时间 去读了这些历史故事呢 所以不要说别人 我太太也曾经问过我 她说从来没有看过 你在看这些书了 可是你为什么 对这些历史故事这么熟悉 我说其实就是吃饭的时候 这样看出来了 那或者是呢 像之前我一直在看那个 音响的相关资讯的时候 也是一样 吃饭的时候呢 就是 就看嘛 看人家的评论 看人家的讨论啊什么的 所以呢 人家有说过 什么时候读书好呢 就是车上马上侧上 侧上呢 就是什么地方呢 上厕所的时候 因为上厕所就是一个 完全放空的时间 他比吃饭很轻松 因为吃饭你要吃 所以呢 这样说好恶心喔 但是呢 总而言之呢 就是活用这些零碎的时间呢 其实真的可以帮助你呢 去做很好的一个心 就是你去要吸收这些心智呢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很多人呢 在通勤的时候啦 或者是吃饭的时候啦 做任何这些不相干的事情的时候 你就会整个人放空 觉得说我已经累了一天了 可是在我看来我不这么想 因为呢 我的目标呢 是不断地 可以赚很多的钱 可以去买我想要的东西 所以呢 如果我在这个 就是这些休息的时间 我就整个人放空休息的话呢 对我来说呢 我等于就是这一段人生呢 就浪费掉了 那我如果吃饭的时候 不去吸收这些心智呢 那跟牛在吃草有什么分别呢 我是这样想的啦 当然 我不是说你一定要这么做 你想要跟牛吃草一样也没有关系啦 但是呢 对我来说呢 我认为在一个有限的人生 有限的时间里面呢 去做很多的事情呢 这个才是让你快速成长的关键 所以呢 我在吃饭的时候做过很多事情 在吃饭的时候呢 看书 看影片 甚至我还有在吃饭的时候打文章过 我最记得 我最压榨自己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有一年 跟这个伊莱克斯呢 去斯德哥尔摩 去那个伊莱克斯的总部 那好死不死呢 苹果发表会呢 就在那一天 的晚餐时间 你看是不是很机车 为什么我要刚好在斯德哥尔摩 然后吃着那个螃蟹大餐的时候呢 还要看苹果发表会 然后等一下还要写出六篇文章来 那那个时候呢 其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首先呢 第一个 那一天吃的是全斯德哥尔摩 最好的海鲜餐厅 然后呢 那个 伊莱克斯的总经理呢 他非常大方地点了那一间餐厅里面 我们最贵的螃蟹拼盘 所以呢 那一天呢 那个餐厅里面的所有瑞典人呢 都用羡慕的眼神看着我们 然后 这群潘娜点了那个拼盘 然后我们在这边吃这个酒孔 真的一人一坛酒孔 然后那一天呢 我必须 去对付那个螃蟹拼盘 因为在座的各位年纪都太大 所以说年轻的人把他克完 不要浪费 所以呢 我一边要吃那个螃蟹拼盘 一边在那边剥虾 然后一边喂自己 然后一边看那个苹果发表会 然后一边呢 又要回答那个 伊莱克斯的老总问我的问题 那一天我都觉得我到底在干嘛 我又要体验这个斯德哥尔摩美食 回去要写心得 然后又要看这苹果发表会 等一下要写六篇文章 然后还要回答这伊莱克斯的总经理 一直问我一些不相干的问题 然后还要对付我面前这个特别难剥的螃蟹 那个时候呢 我就觉得我成长了 在吃螃蟹的过程中我成长了 当天晚上我没睡觉 就直接把那篇文 六篇文章全部写完 然后全部发出去 然后那天没睡觉 隔天早上起来 就去饭店吃早餐 然后跟着大家继续第二天的行程 那个时候呢 我就觉得我的选择是对的 所有的活用这些零碎的时间呢 去做所有的事情 甚至呢 在同一个时间做更多的事情 这也是为什么呢 我会在任何一个时间听音乐 因为听音乐呢 对我来说是一个学习 同时也是一个放松 所以呢 我在工作的时候 听电影配乐 你可能会说 那这样子怎么能专心呢 这个事情 练习可以练得出来 你如果这样子做 你无法专心的话 你好好地练习可以练得出来 我去听那个音乐 然后呢 同时做我现在做的事情 比如说我之前在没有助理的时候 然后我要自己出货 那我就一边听音乐 一边出货 甚至呢 一边打电话给我妈 因为我每天都会打电话给我妈 那就同时做这三件事情 把它做完 甚至再加一个吃早餐 那这样你看 四件事情合在一起嘛 那你就省了一个小时 你等于省了四个小时 因为可能本来那四件事情都要花一个小时 但你把他全部一起做 那你就可以把他分开来做 后来有助理之后呢 就把这些事情全部分散出去给助理做之后 那我又给自己找了新的事情 就是筹备这个音响沙龙 那同样的道理也是同时间 去做很多事情 然后在零碎的时间去恶补一些知识 比如说做这个沙龙 我们这个音响要怎么样弄 咖啡要怎么样弄 这些 所以我在很短的时间内 累积的非常丰富的这些咖啡的知识 剩下要做什么就是去实践他 我甚至呢 把那些所有跟这个咖啡有关的YouTube的频道 找出来 我洗澡的时候听 每天洗澡就是听 大家好 欢迎来到院士咖啡 我是俊源 每天都在听他 每天洗澡就是听他的声音 我必须说他真的教了我很多 但是呢 真的 就是这样子 然后前阵子呢 喜欢那个 研究威士忌的时候 每天晚上洗澡的时候呢 就是 大家好 我是纸杯大叔林一峰 今天我们要来喝这个威士忌 每天都是这样子 所以呢 活用这些零碎的时间 去学习薪资 再把更多的事情浓缩在同一个时间点里 把他一次性地做好 这个就是我活用时间的方法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啦 那最后呢 如果看完影片之后呢 你觉得说陈寗你影片太棒了 我想要支持你 那么在频道会员里面呢 不是频道会员里面 在资讯栏里面呢 有频道会员的连结 在旁边也有超级感谢的按钮 这两个都可以支持我做更多的影片来跟大家分享 所以最后呢 就感谢大家的支持 也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